原标题,第七十七集团军运用改革开放成就坚定官兵备战打仗性新改革大课堂强军心动力。 近日,第七十七集团军党委常委和机关干部,附驻地某高科技集团参观建学, 在一个个大国众戚弦,白云铭将军官频频驻足, 深刻感悟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精工科技创新取得的伟大成就, 开拓连接,增强备战打仗的底气。 该集团军领导介绍说,集团军驻地附近金铭融合高科技产业援运级, 见证了四十年来,国防工业高新技术从无到有, 军事工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高精尖武器装备, 从追赶世界到引领世界的巨大变化,在改革成就新传教育中, 他们因地质疑把课堂射在装备生产线科研认所, 引导官兵洪扬改革精神,积极投身改革强军伟大事业, 走出去看变化,坐下来谈成就。 去年年底,在某情务里组织的感悟新成就, 牢记新使命,奋进新时代活动中。 多次参与抵立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军九十周年主题展览解说的金石馆解说人江新奇, 走上讲台为身边战友畅谈军队发展,分享体会收获, 某合成员结合辉煌旅史, 邀请数百名战斗英雄,部队老兵,重大任务亲力者登台收客, 为官兵讲述装备更新坏带,体制编日调整, 以防进驻高原的故事, 不断坚定官兵拥护支持改革的信心, 自身改革大课堂,激发强军心动力。 新年一史, 该集团军真被高原、戈壁、平原等不同地区的线练同步展开, 空中、陆地、电磁空间线练全域拓展, 二十一项比武急训拉开序幕, 掀起新年度练兵被战略潮, 新操、彭晓明、新华社弗拉比沃斯托克, 一名俄军人在完成任务后已从叙利亚返回位于俄新西伯利亚的长驻地。 公告说, 这些金人来自位于新西伯利亚的地面防空导弹团, 过去三个月, 在叙利亚主要执行保卫俄助续军事基地安全的任务。 新年初以来, 俄媒多次报道俄助续军事基地遭无人机攻击, 俄防空部队多次使用防空火力将其击落。 2015年9月, 俄罗斯应叙利亚政府邀请, 开始对蓄定内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 去年12月, 俄总统普京宣布, 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但继续保留俄助续和迈尼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德国外交部长海克马斯26日说, 如果中导条约遭废弃, 德国强烈反对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所有挤动。 马斯接受德意志新闻社采访时说, 欧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军备竞赛的辩论舞台, 德国将广泛抵制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 在马斯看来, 重整核军备绝对是错误答案, 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无助于化解今天的疑问。 他呼吁建立新的军备控制架构, 不仅涉及核武器, 还包含诸如杀手机器人等现代自主武器系统。 美国总统陶纳德·特朗普, 10月20日声称, 打算退出中导条约, 理由是俄罗斯一种新式行航导弹的设程违反条约限制。 俄罗斯方面宣称, 美方空投无凭, 执任美方违法条约, 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战斧式行航导弹, 研发新型陆基行航导弹, 一旦中导条约遭废弃, 欧洲将首当其冲, 美国可能在欧洲重新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 俄罗斯会采取反制措施, 欧洲国家可能成为俄方第一轮打击对象。 马斯10月24日说, 中导条约, 事关欧洲核心利益, 德国将近最大努力, 维持这一条约。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7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尼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 规定双方不再保留, 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 作为核武器运带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黄义军, 新华社威特搞, 在蒙古菲林消防总队, 举行授席授贤仪式。 环球网军事1月11日报道特约记者金星旁星航张猛, 从橄榄绿到火月兰, 你们告别了军人的身份, 我们也摘去了军宝的头衔, 但我们依旧会默默的支持你们。 海拉尔斯林消防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孙了胜的二人, 收到内蒙古菲林消防总队至家属的一封信后, 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生意非改制不宜, 脱去之外的橄榄绿, 换上此一看的火月兰, 变得是制服的颜色, 不变得是忠诚的本色。 而领袖训词, 更为队伍在新起点上创新叶, 立新功, 尖克罗克斗比赛, 刀口向内, 换脑更新, 窗外雪花飞舞, 室内春潮涌动, 一场关于热食训词怎么夹的讨论, 正在内蒙古菲林消防总队如火如荼的展开, 转立后, 一些同志反映,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是军人, 是不是可以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 问题看似虽小, 但却关系甚大, 姜康领袖授予的崇高荣誉和如山重托, 对表现词精神的新目标新要求, 该总对党委发现, 百格转制, 不仅要转身子, 更要换脑子, 惯性思维和固化检验, 几代打破, 党委成员带头在党委会上, 找寻工作中的短视行为和狭隘认识, 梳理出实战训练脱节, 装备重用心管, 理论研究之后, 机关训练低效等十多条问题, 先后三次对人员思想摸底调查, 组织成委带工作组下基层调研, 连续开展四个波次专题教育, 收集汇总和理化意见建议二百多条, 开展新职能, 新挑战, 新气象职门任务大讨论和政策解读宣讲, 用患脑子催生的热情干净, 带动转身子的步履坚定, 为蒙古森林消防总队, 开展森林草原灭火综合演练, 拓展职能, 变向旅心, 接到上级命令, 车索后期人民医院和磁射备出现故障 引发火灾, 火中队立即出动协助扑灭火灾, 研究被困医护人员和患者, 指导人郭阳明确任务后, 中队三十余名指战员迅速换装, 登车, 仅仅用了十一分钟, 就到达了事故现场, 与驻地消防中队一同开展热火救援, 这段路程不仅考验的是森林消防队伍应急反应的速度, 更是他们开展综合救援, 火海改闯的号令, 总队党委在端稳森林草原防火灭火这个铁饭碗之余, 不断研究思考拓展综合救援的三头六臂, 推动森林消防队伍, 由丹一大种救援, 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升级, 形成了以防火灭火的一个中心任务为核心, 避震救援, 山液救援, 水域搜救等N的综合任务, 为之称的综合救援任务建设体系, 曾经战斗在距离老百姓较远的山林草原中的绿色守护神, 开始更加近距离的参与, 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救援, 把救援的手逐步伸向了百姓身边, 在蒙古森林消防总队指占人开展水域救援训练, 携成为民, 守护贴心, 叔叔, 冬天这么冷, 为什么还要防止森林着火呢? 因为冬季气候干燥, 野外风力比较大, 林木中水增含量少, 在没有降雪覆盖的条件下, 比较容易引燃, 所以秋冬季节, 我们也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这是2018年119消防宣传乐中, 呼伦贝尔市森林支队消防员走进校园回答小学生疲问的一个画面, 今年的119消防宣传乐, 是森林消防队伍转之后, 第一个群众性防火宣传活动, 为蒙古森林消防总队, 先后在大兴安岭陵区, 呼伦贝尔市, 通辽市等正点陵区牧区, 开展消防宣传进林场, 进幕户,进场矿,进学校活动, 宣传冬季火灾防治之时, 普及营幕区用火长时, 教育社会群众2万余仁次, 让森林消防的理念飞入形成百姓家, 让祖国的生态圈与居民的生活圈相互融合, 为蒙古森林消防总队紧扣发展转型升级的主旋律, 勇于突破瓶颈, 改于领跑争先, 作为一支承载着荣誉和其他的大总队, 老总队, 他们正以冲锋心态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在蒙古森林消防总队, 进入校园宣传森林防火城时, 德国联邦国防军网站12月16日发表题为 德国联邦国防军在吉布提的报道称, 吉布提这个名字给人一种一国情调,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这里则是一个临时家园, 例如参加欧盟亚特兰大反海盗行动的德国士兵, 吉布提是位于东非的一个共和国, 于1977年6月27日, 从前殖民地宗主国法国获得独立, 吉布提北林厄利特里亚的西部, 南部, 与埃塞俄比亚接壤, 东南仅靠索马里, 东面则朝向红海及亚丁湾, 吉布提人口主要有两个部族组成, 居住在南方的索马里人, 占该国总人口的大约60%, 北部则以阿法尔人为主, 占35%, 而吉布提的绝大多数索马里人, 都属于比尔族下面的一个分支部落伊萨人, 在全球发展排名中, 吉布提属于签发达经济体, 失业率估计超过50%, 尽管如此, 吉布提在该地区, 仍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国家的典型, 地缘战略位置优越, 在过去几十年间, 吉布提一再尝试通过外交努力展现自我, 曾先后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与厄利特里亚的冲突中, 扮演握选者角色, 因为地缘战略位置优越, 多个国家在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 吉布提还是伊加特, 及政府兼发展管理局, 东非的一个区域维合及经济合作组织总部所在地, 同时, 吉布提也是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 依据1992年宪法, 吉布提奉行总统制, 总统作为国家元首, 由民众选起产生, 任期六年, 总统任命政府总理及内阁, 同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 吉布提国民议会, 由65名拥有立法权的直选一人组成, 该国18岁以上的所有居民都有投票权, 早在1946年, 妇女就获得选举权, 最高法院是该国最高审判机关, 苏伊士任何带来繁荣, 公元西至10世纪, 就像许多洪海沿岸国家一样, 吉布提一直处在阿拉伯苏丹的统治之下, 直到19世纪中叶, 阿法尔人和索马里当地的游牧民族, 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当地政治发展的影响, 随着1859年苏伊士任何的开凿, 吉布提在非洲之脚的重要作用发生变化, 由于地中海、鸿海之间的新联系, 以及由此兴起的前往亚洲贸易区的便携交通, 吉布提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节点之一, 1862年, 法国控制了吉布提奥伯克港及周边地区, 1896年, 吉布提被命名为法属索马里海岸, 正式成为法国殖民地, 在随后的时间里, 法国殖民当局开始先建基础设施, 行政大楼和人房拔并而起, 港口也进一步扩建, 成为吉布提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几乎与此同时, 从往挨在俄比亚亚第四亚贝巴的铁路线也开始修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吉布提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率先获得法国海外领币身份, 此举赋予了该国更多的权力和自己权, 1960年索马里独立后, 吉布提的索马里族群也开始追求独立目标, 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自主外交联系, 然而, 在1958至1967年的多次全民工节中, 大多数人都赞成作为海外领币留在法国, 1977年6月27日, 法国终于同意吉布提独立, 然而, 基于安全和防务联盟条约, 法国作为保护国, 仍与吉布提保持着密切联系, 直到今天, 法国仍在当地驻有一支永久性军事特遣队, 俗徐矛盾也发三年内战, 自1977年首次议会选举以来, 索马里族始终掌握着多数议席, 在首任总统哈桑古莱德统治下, 吉布提逐渐形成伊萨族占统治席位的一档制。